北京环球影城在去年9月开幕 却备受中国大陆疫情清零政策冲击 开源半年后就被迫关闭8周 期间损失超过28亿台币 现在园区已经重开 但根据跨界日报披露 北京环球影城被迫裁员25% 员工数跌破1万人 只剩下9000人 远方表示这是不得不做出的艰难决定 因为北京不放弃疫情清零 封控只有更严 中国传媒大学疫情人需细化防控 全面兜住可能风险 北京14号新增18例本土 多在中国传媒大学 该校超过600人被隔离 全校1万多名师生被封闭管理 封控政策影响各层面 像是比照成品模式的各种网红书店 现在也快撑不下去 根据中国书刊协会调查 八成三的书店复工之后 还是没人计 近三成五店家 现金流难以为继 其实书店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书店的概念 它已经呈现出的是一个人文 交流的这样一个空间 让大家在这里形成聚集 投资银行高顺预估 中共10月20大之后还会继续清零 因为长者疫苗覆盖率低 而且入产疫苗效率也比较低 而我国工总调查指出 近八成台商在路经营利润下滑 超过六成规划增加中国到路以外的投资 而台湾在路投资金额 已从超过百亿美元 跌到近59亿美元 形成新一波台商回流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